驾驭金钱、金钱迷思与三个富裕金钱观 本书的重点在如何驾驭金钱 如何借力使力使我们创造财务自由 让财富将与人生价值最大化 本书作者罗伯·摩尔 2005年前是基欠近5万英镑债务的素人上班族 如今是英国最大房地产公司的共同创办人之一 一身兼物业投资人 畅销作家罗伯也和许多商业剧情合伙 与全球各地训练学员 并在英国BBC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节目中 担任商业导师的角色 指导渴望成功 赚钱 想得到企业和生活知名度的大众 而这本书 主要是告诉你 拥抱金钱不要排斥不要丑富 金钱不代表贪婪 它可以帮助你享受人生也可以帮助他人 后面篇幅谈论驾驭金钱的技巧与策略 这部分提到的方法论比较实用 包含Vivkick具体方法的缩写 创造金钱公式 销售行销筹资等等 这篇文章要跟你分享 常见的金钱迷思与富裕金钱观 根据密西根大学研究指出 人最担忧的是金钱 最让人快乐的是金钱 最让人不快乐的是金钱 金钱真让人有点困惑 金钱本身无法使你快乐 但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形下 拥有自己的房子 跟租别人的房子 你会想要哪一个 我相信大多人会选择第一个拥有自己的房子 前提是你要买得起 生命中美好的事物 无价的体验 都必须有金钱支付日常开销 甚至买下时间 让你有更多时间去享受生活 有钱人只会变得更有钱 驾驭金钱 金钱迷思 与三个富裕金钱观 财富惯性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告诉我们 物体在合力为零食 将会维持原本的运动状态 也就是动着横动 近着横进 全世界的货币总量是固定的 为什么有钱人会变得更有钱 因为财富会流动货币系统 常常不平衡 金钱总是从那些不懂的储蓄 投资生产的过度消费者 流向珍惜金钱 创造生产服务社会的生产者 财富重分配 当政府试图透过税付 对有钱人刻意中税 让财富得以重新分配 却发现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事实 仍没有太大改变 因为富人知道金钱的法则 美国财务金融教育局的研究指出 40%中乐透的民众 五年内花光奖金 如果你无法学会管理现有的金钱 就无法管理更多的钱 所以大笔将金 也会在几年内挥霍一空 有钱人驾驭金钱的方法 学习管理并熟悉金钱 承担责任提供商品与服务 奉献社会 金钱就会流向你的手中 贫穷金钱观与富裕金钱观 一无所有不等于贫穷 许多富翁都曾经一无所有 甚至不止一次 但是他们依然能建立巨大财富 一无所有无法夺走 他们的信念知识与特质 贫穷的观念 才会让你永远贫穷 贫穷观念 金钱是万恶冤手 富裕观念 金钱是万善起源 金钱只是交易媒介 服务人类的载体 我们如何使用金钱 金钱就会产生相对应的结果 你可以卖劣质商品 偷工减料 骗取同情 赚不易制裁 你也可以拿钱治病 做公益付小费 金钱是中性的邪恶 才是万恶冤手 贫穷观念 必须用钱创造更多的钱 富裕观念 只需要观念及服务 就能创造更多金钱 驾驭金钱 金钱迷思 与三个富裕金钱观似 用钱创造更多的钱 不是不对 是不精准 原来有钱人 都这么做一书指出 有80%左右的有钱人 是白手起家 不是依靠天上掉下来的财富 或是继承大笔遗产 他们都是一般百姓 创造金钱的基础 是透过行动 将想法转化成结果 并不断修正观念 可以变成有形的商品或服务 所以不要因为现在没有钱 放弃创造金钱 贫穷观念 如果我赚钱 代表别人损失金钱 富裕观念 如果我赚钱 就能够服务别人 驾驭金钱 金钱迷思 与三个富裕金钱观五 只有偷拐抢骗 这种伤害别人的行为 才会让人损失金钱 提供合理服务与商品 对方付钱 得到足够的价值 就没有任何人损失 如果你希望增加售价 应该提升品质 改善服务 让人觉得获得相应的价值 而心甘情愿地付钱 驾驭金钱的技巧 Vivkick 专注在最重要的事物上 透过Vivkick排列出事物重要性 掌舵人生目标 愿景Vision 知道自己的生活目标 它是你的生命地图 可以超越个人 扩及全世界 甚至超过人类生命 价值观 Values 对人生的观念 我们极有价值观 理解这个世界 每个人的价值不同 忠于自我 并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构思你的生活理想蓝图 然后将无形的价值 转化为有形的目标 关键成果领域 Key Results Areas 列出生命中 三至七个最重视的领域 你必须投入最多时间 创造最大的财富事业 例如发展人脉 建立事业 自我教育经营 收入创造工作 Income Generating Tasks 能赚钱的工作 具备金钱价值 不是每个工作项目的 金钱价值都相等 可以发挥杠杆效果 将时间投入 创造最高利润的地方 节省下来的时间 又可以进行更多的 收入创造工作 关键绩效指标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评估自己的事业状态 调整流程 减少错误 优化创造金钱的方式 创造财富的公式 财务惯性 使得金钱流向 珍惜金钱 并运用智慧的人 有钱人懂得这些法则 轻松驾驭金钱 价值指对方 对商品或服务的评价 帮助人解决问题 服务他人 就能创造价值 公平交易 公平交易 只提供服务后 拿到对方的金钱 让他人愿意付钱购买 并心怀感激 接受金钱 或其他形式报酬 定价过低 无法维持生计或事业 甚至产生不满 定价过高 会被客诉 被批评贪婪 杠杆效果 杠杆效果 指产品或服务 创造收入的规模 处理的问题越大 产品或服务价值越高 市场流动速度就越快 网络或社群媒体 让杠杆效果 比以往更加快速强大 1906年 意大利经济学家 帕雷图 Vilfredo Pareto 发现意大利的财富 分配不均 约20%的人 拥有80%的财富 后被称为 80-20法则 或帕雷图法则 表示 20%的因素 影响80%的结果 这种不均等的现象 体现在生活中 许多地方 20%的消费者 创造80%的业绩 20%的日常开销 产生80%的支出 20%的病患 占用80%的医疗资源 如果将80-20法则 运用到工作上 会得到以下结论 一 大多数工作 只能创造低价值 二 少数工作 产出高价值 效果 三 找出关键少数 专注在最高利润的客户 与工作上 所以不是单纯的埋头苦干 就一定能提高生入 要有效率的工作 财富杠杆 假设小资先生 每月收入3万 每月工时 176小时时薪 大约170.45元 如果80%的收入 来自20%的时间 则30,000×80 176×20 等于681.81 相反的 如果20%的收入 来自80%的时间 则30,000×20 176×80 等于42.61 如果将80-20法则 运用到工作上 会得到以下结论 一 大多数工作只能创造低价值 二 少数工作产出高价值效果 小资先生最高产值 是681.81元美食 最低产值42.61元美食 高价值工作能创造出 比平常高出4倍的产值 更进一步 可以将低价值工作外包 多出来的部分或是全部时间 再投入高价值工作 仅仅是运用80-20法则 时薪将提高最大4倍 这就是有钱人的时间观念 用热情赚钱 我喜欢现在的事业吗 十年后 我依然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事业遇到困难 我能坚持吗 我具备足够的技术与专业吗 我的事业有市场吗 我的事业可以持续获利吗 作者的撰写角度 比较偏向创业 不过相同的思维 也可以适用到所有人身上 我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十年后 我依然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工作遇到困难 我能坚持吗 我具备足够的技术与专业吗 我的工作有市场吗 我的工作可以持续获利吗 前三个问题是热情 后三个问题是专业 如果六个问题都是yes 恭喜你好好享受你的热情与专业 创新企业家 科技发展迅速 而且越来越快 利用网络就可以创业 不用存货 不用找员工 加上社群网络的影响力 更加发挥行销的杠杆效果 下面这段文字 相当有趣 全球最大的电子 商务网站阿里巴巴 没有任何库存 AIBNB没有任何饭店 Uber没有任何计程车 Facebook没有创作任何内容 Netflix没有任何电影院 他们卖的是愿景与商机 不要固步自封 如果你愿意接受创新思维 就能找到立即市场 金钱不在限于纸钞交易 金钱形式从纸钞 到电子票证信用卡 到行动支付虚拟货币 现在瑞典有科技公司 可以植入皮下组织晶片 进行交易付款 交易成本将降低 交易速度将上升 交易量可能不断攀升 3D列印 可以盖房子 人工智慧 将电子产品智慧化 建构物联网 你的冰箱 电灯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通讯分析数据与行为 做出最佳决策 世界在进步 我们的思维也要进步 服务社会 服务杀人 是本书的读书分享 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去看书中更多内容 谢谢收看